示意图有性骚扰前科的银镜男子伸手突袭站在路边12岁少女的胸部后快闪被检警侦办他否认犯罪变成我脑袋有病了图Engineage分享 有性骚扰前科的银镜男子伸手突袭站在路边12岁少女的胸部后快闪被检警侦办他否认犯罪变成我脑袋有病了表示不记得有伸手摸人台北地院审理 今天一成年人故意对少年意图性骚扰罪判处赢有期徒刑4月得一颗罚金12万元可上诉 66岁迎进男子有性骚扰怯到前科2016年执行完毕出狱再涉性骚扰案去年8月16日下午30时 他在台北市长沙路二段看见12岁的被害少女牵着宠物群站立路旁 突然掌身以右手掌触摸少女的左胸随即离去 少女后来由家人陪同报案警方寻现逮捕银移送法办 检方侦查时银表示好像有摸疤又称忘记事发经过 还称自己的脑袋有病可能是在脑袋不清楚的状况下犯案的被检察官起诉 法院审理认为因为诚意己私欲不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 在路边公共场所对少女性骚扰 对少女年幼的身心造成影响 应有多次前科 素性不良 本不宜宽戴 但考量他最终坦诚犯行 有悔悟之心 盼他有期徒刑自悦 达 婚似 往 好